今天很欢迎大家来到《深话语语》的《遥冬梅》新书分享会 我介绍我自己 我是Grace 郑禅奇 我是Hungicinia 艺术会的副主席 亦是节目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这次我们想最重要的是介绍《东东》这本书 虽然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 但我们也想重点点介绍的内容 另外还有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我先介绍一下 由最右边开始 是我们《香港之灵日食会》的主席 Aida 林彩珠女士 然后《东东》新闻中很重要的人 廖爸爸 廖博平先生 我们是叫他廖爸爸的 然后另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人 廖井梅四姐姐姐 接着到中间 我们中间的就是我们的主角 廖东梅 我们叫他东东的 然后在我的左边 这位又是今次的功臣 这本书的总设计概念 就是由于Sanian Stanley 我们要回数一下历史 其实想问一下我们和东东相识的经过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简单概念 因为我们和他们认识实际上太久了 现在是成为我们ABA家 即是一个大家的一份子 一份子 是1997年 这一份子 就跟东东 首次骗喉 那就是在一个展览会里面 在画展里面 认识了他 当年我们是我们的前主席 方心淳博士 就跟东东认识了 自此之后 我们就 大家并肩同行了 即是现在25年了 一位艺术家和我们一起 一路同行25年 画长就不长 画短也不短 中间我们过了很多 一起合作的机会 包括了就是当时 和东东做很多workshop 参加很多展览会 还有也有和他去外国 做了很多交流 于是乎 几乎成为我们ABA的先行者 一种国际交流的代表 包括了去日本大阪 我记得 这些书里面也有说的 我会介绍 然后就有去美国LA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 东东是成长了很多 也有一些理程碑 我做了一些研究的 理程碑就是在2000年 他代表香港去布拉格 参加过国际展能节 他就像一个奥斯加 这么盛大的一个国际比赛 而东东就拿了海报设计奖的银奖 当然了 我们觉得很开心 亦都认同了东东的财华 另外一系列他得了很多奖 在我们这几年里的合作 我们不是夸赞是什么 我只是觉得东东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除了他的财华之外 我见到他很多不断的成长 和不断在自己不同的街道 都是要求自己得很好 比如 2005年 我们提醒他成为十大热青 2007年 香港政府给了一个维吾议的分章 2008年 是代表残奥成为他们的伙计手 然后是有十大再生勇士 2014年 在香港精神大使等等 这些树荣 大家都会明白 是一个人的背后里的努力 当然了 近年里面 他在我们很多具有国际知名度的 描述里面 也有他的画 例如 Final Asia Aportable Art等等 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社区 叫做艺传人 他的画作 我们是拿出来成为 卖的画作 以及可以成为纪念品 例如 香港精神大使 这个系列 他在我们金管局 和会展里面 都藏了他的作品 而他的作品 亦都在立法会里 成为纪念品 作为发售 这二十多年 他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历史 多谢Aida的分享 刚才从Aida的分享里 都听到 不要说他自己努力的部分 而是 你看到他的认受性 很强 很多人很喜欢他的創作 有很多人也愿意跟他合作 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我非常喜欢他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跟东东 和爸爸 一起去过几次 和艺术有关的旅行 有去过日本 当时 Tempo Bonnoyer 普宫英之家 我还记得 当时 东东 是 做了一些大型的书法 其实很难想象 他 如何去写书法 你看到很大张 很大张的书法 我还记得 当时 我还记得 好 好 另外 VSA 去美国 我们一起去旅行 但他去旅行就是这样 我真的是去旅行 我只是去看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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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主角 很辛苦 他会带一些工作方 和能力的朋友 一起来参与 是由东东去带 我们一起去学习 如何配慌 这些经验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 学得更一道 可能你觉得 他身体上 好像有很多不可能 但是就是正正他对 创作的热情 他自己有很多 想要表达 身体不是一样 其实只要想做的话 什么方法都可以做 所以 他是让我感动了 很多很多次 这件事 当然 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是只看感动 真的要看 作品的质量 而他的质量 一会儿大家去那边看 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从那些作品里 你也可以留意到这些事情 我要说 就是刚才我说 最重要的支持者 在这里看到爸爸和郑梅 其实你们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看到他们每一次 例如爸爸每一次 出出入入的照顾 如何帮助 我刚才说 在美国当时 做工作方案的时候 爸爸很快地 做好一个设计 让东东很容易 就可以拿起脖子 去做一些示范 这个过程 其实是 当中你见到 是梅梅的爱 亦都是… 他不只是这样 就算了 他也会鼓励 他去做些什么 尤其是 借梅 借梅 是对藝術很有要求的 你知道他自己本身 也是一个工艺术家 他是不会放过她的梅 所以我想听到爸爸分享 我经常听到爸爸讲故事 爸爸讲的故事 很好听 他从自己过往过 自身的经历 到东东的一些点滴 这件事其实是很棒的 爸爸不如你说一下 你怎么带东东 到处游山换水 这句我说的 其实是怎么认识更多的艺术作品 首先呢 我说要感恩东梅的妈妈 因为她四十年前 东梅在北京出世 在那边没有特殊学校 她就进不了学 都是全靠她妈妈 教她识字 教她学书 她妈妈很坚持 每天 给她功课 给她做 墨书 教她中文 所以 教识了东梅的语文 很重要 可以帮到她 可以认识世界 因为她如果没有这个 中文的水平 就认识不了这个世界 所以她妈妈的功劳是很大的 坚持了十几年 教她寫字 教她读书 默书 所以才能看到东梅 可以认识到外面的世界 刚才 她说 东梅这个人 是很执着的 就是她 她 但是她又很有理想的 她 整天都想要一些新东西 整天都要出去外面 看到一些新东西 自己又要学习 要努力创作一些新东西 所以她 她 她 这种 就是 在她的身上 我学习到她那种 创新的精神 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就是这样 要不断地去创作 那这个 都是我 她 由于她 这个 我在她旁边 她这样鼓励我 我就 变成要努力地 帮她克服困难 就是 她要 她要画画 那我就 怎样想办法 帮她 准备颜色 准备一些纸 拿那些 那些 剧本 那些 剧本 写过的那些 回到后面 就给她 画画 但是 她自己可以坚持 每日都 都要 墨书写字 每日都要画一张画 那 所以这种 坚持 对她的成功 是很大的帮助 就是 所以 她这么努力去做 那 都是她爸爸 我看到我 都很感动 我都要支持她 就是 尽量 尽我的能力 提供这些 机会 给她 去 创作 好像 你想说 你看到 一个很有爱的家庭 当初的时候 当初 当初 准备有任何公动的展览 等等 或者工作室 她的家庭 是凶行而出的 爸爸 妈妈 井梅 怡生女 全家出动 第二 我也很同意 爸爸 你看到 东梅里 她的自强不识 不断突破自己的极壇 是值得人家的灌溃 亦是因为这样 所以她很成功 刚才爸爸 常常说东东 不要说多次 他带她一个人 他语言又不通 去西班牙 去掉所有的罰罰棍 他发了 又是识语言 又是自己带她 坐公共巴士 因为她没有钱 所以东东很喜欢看 西班牙的电话 她知道回来 所以她就要 变成她这个愿望 就算今天来 我来乘地铁 我们要请地铁的 职员帮手铺那块板 要等很久 爸爸等不及 自己抽 我可以进去 你那个年纪 所以她可以想象到 她会带她出来 她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体 是怎样 只要她完成了目的 达到那个愿望 她就要去做 姐姐就是一个什么 我觉得很难得 在创作上有一个不练 我想让姐姐去分享 这个不单只是日常的身体 而是在那个艺术上 是怎样互相的 来到鼓励呢 我是一个很客人的姐姐 她同时见我在家 她不会画画的 她会避开我的 因为我开始 我现在也不太喜欢以前的我 不过我现在开始喜欢 现在的我 这是跟公公 相处得到的 就是以前我会有一个 我在学院里面学的东西 我就会觉得 有一种标准 那才是漂亮的 那我就想将这个东西带给她 影响到她 但是她是会 她不出声的 那她表现出来 就是避开我 那她自己做事 要不要避开 大家住在一起 我在家的时候 她说 哦 是啊 爸爸妈妈有帮忙 去处理所有自己的事情 就是 硬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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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呢 回来 我回来看了 我回来看了之后 就开始教育我自己 我就发觉 哎 不是什么道理 或者是一些理论 你识了 你就可以做到最美的作品出来 而是你要有一个真诚心 你要 你要 就是 看到你自己 是一个 可能是情绪 或者心情上的一种 嗯 好像攀山那样 就是跨过一个一个 那你去到山的 我在她的身体 即是她的画作 或者她的所有的 平时和她的交叉 是感受得到的 就是当她画得很开心 表达得到她想要表达的 那她是 好像 哇 整个人是 得到一种 解放 是不是 对吗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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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艺术是一种精神分炎治疗 所以我又是通过东东 认识了展览统会 认识了东华三年的外股和艺术 他们大家都在做同一样 就是 艺术可以帮到每个人 艺术可以帮到若能人士 可能是若能人士有更大的帮助 那他们可能可以在她画画上 看到她找到自己生存的价值 或者她可能更加坚强生存下去的意义 特别是这三年的疫情 我们看得特别轻松 停了所有的做活动 那 又磨得出街 她就大扔了一场磨 那现在开始慢慢恢复了 那面色又好 这个星期回家 我又想出来 可是有个人已 Avec你 宇宙是一个个大骨 你使用他们为了マ还是一个热感 好 doing 是令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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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Katie 一针之后 有什么感觉 我的那个 为何 lets的迷你 其实你是否定乘的 我被扭我 你 我帮你 这是 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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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力 用大筆 再大筆 再大筆 我先看到他的力量 日本的老師就說 他應該看到他寫字 他很夠力 很用力 我就這樣說 應該可以拿很大筆 才可以令到他更好的表達 所以他愛上了陶瓷 陶瓶 猜力 那也是這種用力 一種整個身體 他又跳舞 又是一個全身的書法 一種研究 所以我覺得 藝術對於我們妹妹 真的很重要 我在她身上看到 其實他們一家都很幸福 真的 亦都很願意去支持 阿妹她的創作 不單止他們 還有 蔣梅的女兒們 是啊 還有她老公 一家 其實是完全 像剛才大家說的 她是很有愛的一個家 而裡面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藝術成為了 連繫這麼多東西的一件事 我不說關於disability的事 我正在說的是 藝術而成就愛 愛去成就藝術 這兩件事真是互相的連繫 很好的 結果就是 她的創作 亦是水準 亦是十分高的 剛才鄭梅也在說 她是一個傳統的 我用科班 科班出身的 學繪畫的一件事 有很多東西要計較 我如何才能相似 我如何才能合比例 但很活該 阿妹 我就是有很大的熱情 做創作 所以你看到她的作品是沒有規律的 它是超脫了我們認識學習的一些東西 反而就是因為這樣 你看到她的作品很有力量 很能夠感動到 她用最鮮的顏色 她用最煲的線條 她用完這些所有東西 她就是告訴你 我生存 我愛生命 我喜歡 就是這件事 所以在這裏我就要把這個過程轉過去 既然有這麼多這麼正的話 我如何做一本書 因為我做很多書 因為設計師是做很多書行的 書行包括文化的 非文化的 我為了藝術家做的書 其實我看過很多藝術家的書 當然我們也賣過很多書 我書櫃很多藝術家的書 而設計藝術家的書 我覺得是一個享受 因為從而你會認識藝術家 或者如何傳網藝術家 而代表他表達 而去到你眼前 這是一個較重要的工作 這個工作比我為了自己做書 其實我自己的書 不是每次都是我自己設計的 反而人家的書 我是要用心去做的 而我一口答應了Grace 做東東的書 因為我很尊重她 我從來都很尊重她 不僅僅尊重 其實當然大家在旁觀就說 她的路真是比較崎嶇 有很多東西 剛才說過 有堅持有堅強 剛才這些字眼全部都說過 有障礙而都要繼續堅持這個 我們有那個 很有功名的 所以 尤其是她剛才去到你這裏 說熱愛 不僅是一家人的熱愛 是自己要熱愛 這樣一個一條路 是很難的 我覺得從她的畫 從她自己的行為 大家都看到 所以這個我必須必須做 我還要很用心去做 剛才說過一家人的感覺 我沒有得到她們的默契要求我 如何 這本書的大小 我自己對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延續她過往書的大小 因為她之前出過的書 都是這個尺寸的 所以這本書 我想跟回她的連貫性 而出發的時候 我很想大家感受到 爸爸或者他日常畫畫的狀態 我特地有一天去到他家 大家在這頁 看到爸爸如何幫她 準備一些筆 旁邊協助她 她自己如何 在過程中落筆 我相信是很少 平時在訪問或其他情況見到 我特地想讓大家感受一下 無巧不成話 我身為一個旁觀者 我很想 我這個主觀願望 大家看到這四個字 書的title 是一家人寫出來的 嗯 心話是東東自己寫的 其實我們安排了 他們 爸爸 姐姐 各自寫一個字 所以這個書的title 是有一個一家人 一齊的一個意味 這是我自己很想 看到這個感覺 是代表了她的生活歷程 是很重要的一家人在這裏 就是我設計的其中一個 想代表她的 另外一個看書的人 在香港設計書版牌子 通常設計師很喜歡做到骨子 這些字很細 越細就顯得設計師很有品味 這個是一個 夢 是不文明的設計圈 或者是視覺修養的 大家認為必須是這樣的 所以看到 小到 越放大的人看 或者去到我這些年紀 都看不到的時候 大家覺得 嗯 這些是好設計的 嗯 我從來沒有試過 這個不發生在我身上 我覺得 閱讀性的 那個 那個有效性是很重要 而今次 我想從東東自己第一身出發 也有很多人 閱讀不太容易 所以我很想特意 從這個書 那個共融包容性 我想清楚一點 麻煩你 所以我特意把這字放到很大的 是有別於大家平時看書的時候 就是那個習慣 反正這次 有朋友說 Stanley 其實戴得很帥 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下一切就是這樣 所以 這些是我的 做這本書 如何希望從東東自己本身 或者從一家人的出發 去處理了他的畫作 或者是他的文字裏面的心路歷程 我很喜歡他的字體 所以我很期待 當那個打稿出來之後 好像他給大家剛才看到 他拍了白巴幫他畫畫那幾幅 我眼淚立刻出來了 這個就是其實 和東東畫畫做藝術是一樣的 這本書是一個藝術品來的 所以它令到我感動 就算我不看文字 我看它的整本 就是那個鋪排 所有 我已經可以了解到 這次故事 而感動到我 其實我已經想了 想找Stanley很久 但是我還不知道他有多忙 我就膽敢地去問他 我要說一點 就是我看到他 如何做一個設計 平時我們找設計師做事 就是我們把所有資料都給他 然後設計師 自己想一個想法 就回來 因為這次的主角 是誰呢 是東東 所以很好的一件事 我覺得這次的書 是一個書的設計 我不用設計的一樣 因為我不想用不止是一個設計 而是一個心同心的交流 Stanley 未開始想之前 就說 不要理會這麼多 我想來探望東東 我想去認識東東 這個人 那就來了 看他做創作 和爸爸聊天 那樣 很重要 當你去認識了一個人 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 去為他做一本 這麼適合的書 所以這件事 我非常感謝Stanley 你真是第一個設計師 這樣做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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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知道東東有很多的感謝 因為之前我們做了打糕之後 然後 姐姐很辛苦 才能進入宿舍給你看 她很開心 另外有一個要說的就是 我和一陣子 對不起我一日 我知道是很多日 這裡每一張 每一張 我講的是 每一張裡面的顏色 其實Stanley是去到印刷廠 跟印刷技師說 我現在看到這張顏色和印刷是有分別 每一張顏色的調整 加藍 加紅 加黃 不斷地調整 務求做到最準為主 我留了一天 對不起 其實還有很多天 她會跟鄭梅說 這個顏色是否正確 因為很多的作品 其實我們已經在看照片 照片 照片和白黃有不同的顏色 他們看到真相 可以看照片 你看到那個 那個心機 我用這個字眼 那種愛 也是另一種愛 怎樣令到這本書 可以 你叫做一本書 一個畫冊 但裡面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說 我怎樣延續 一個藝術家 他做的創作 是可以讓這個創作 給更多人看 這是一個畫像上的東西 但時不時就聽同事說 東門的書 就這樣 東門的書 現在有點阻礙 因為這些顏色 又不行 就是聽到這兩個過程 然後 他們就進了一本書 於是 我跟很多人的感覺 是否需要這麼重 這麼大本 很厲害 然後我就揭開來看 哇 很厲害 然後我用手 摸一下質素 和感受到裡面的紙質 我可以覺得 真是 全無古人 以ADA來說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 這麼高質素的東西 但是這裡 成在了 我覺得很開心 是一個 代表了香港 一個文化資產 這些資產正好 是我們可愛的東西 而他們的作品 再加上 很多活生生 我喜歡 他的畫 不是死的東西 不是一幅幅的東西 當然也有 不是一幅幅的東西 但是他裡面 尤其是前段 說了很多他的成長 是 他以前 畫他的圖 然後 再說他的家 等等 我看到成就了整個 藝術的過程 是怎樣 我真的希望 我們不要 前無古人的後無來者 真的希望 多些 質素 的作品 讓我們看到 一個藝術可以大放 而彩 而特別 我不想說 一定是殘疾人士 還是非殘疾人士 總之他的作品 就是精彩 嗯 出這本書 我跟東東商量 東東說 他畫過很多畫 也想向大家 介紹一下 他自己怎樣去創作 因為他每一個時期 他的畫作 都有變化 他想 我們寫這本書 講他的經歷 怎樣去每一個階段的畫 的創作 是怎樣 那個想法 是怎樣 產生出來的 怎樣 自己怎樣通過 想些什麼辦法 譬如他寫了 甲君文的話 他又不懂甲君文 他提出來 叫我幫他買書 我便買了一本 這麼厚的 那些 革君文字典給他 他日日在那裏 讀那本革君文的字典 來進行創作 所以 他叫我 在這本書 我們可以 介紹他自己 創作的 心路歷程 我剛才揭到第八章 開章 東梅說的一句話 我很想讀給大家聽 剛才說出他一家人 其實挺有愛 他對自己的生命 挺有愛 其實他對所有 地球村的人 都很有愛 這是更加高的層次 這句話 所以我也想讀給大家聽 因為你的看法 和我很相似 必須讀給大家聽 東梅說的 我就是用畫 告訴大家 帶來一些歡樂 鼓勵大家做一個不一樣的我 如果有下一輩子 下一輩子 下一輩子 我希望化作一果長青樹 永遠給人們帶來錄音 這句就是他 很感謝Stanley 說了這個曲 因為其實正正 我就是想要主角說話 主角要說什麼 我沒有想過 我只是想知道你說什麼 東西就靠姐姐翻譯 你想一下 想想想想想想想什麼 多謝那些話不用說 多謝兩個字 太容易了 他很怕會被教育人 別人幫他做著這件事 他唯有 唯有 唯一可以做的 只是算是拜託 知道 所以現在你是主角 你說你想說什麼 今天我們有這麼多分 從你未知非相愛 你和你 他想跟相談的日文人士說 只要你是有堅持 有理想 你就一定可以給這個社會是正人的 認同 你和我一起說 該嗎 你真是的 你想說 我和我感到大家 我能致散工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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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力点 晒得清晰 在晒得清晰 淡沉 在晒得清晰 淡沉 我只得贔意 在第二季中收藏的小朋友 在這棵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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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社會帶一些歌 我只是帶她去才知道 她是藝術 她用藝術可以跟別人溝通 她用畫畫呈現她明白你們的想法 或者對她的一種期待 期待? 大家對她的鼓勵 還會帶她去參加所有的活動 破壞了她的溝通 甚麼是破壞了? 打開了 她發覺到可以用畫畫 認識很多朋友 還有可以有一間樓 即不是孤獨的一個人 然後我只要高中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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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害羞 你要做 那就可以和大家交流 分享 好 謝謝東東的分享 是最油沖的她的生命經歷 然後我告訴大家 今天這個分享都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要去看作品 我先再多謝我們今天的代嘉賓 Aida 廖伯伯 姐妹 Stanny 和東東 很感謝大家 我也要向你們推銷 請大家買這個限制的這本書 因為我們真的 全貨真的不多 因為我們很貴的 我也要再次多謝一下 今次我們的支持者 就是 是無用工作室 還有就是 香港 術發展局 ADC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不同的機構 令到我們 當然還有 Stanny Stanny其實也是一個支持者 捐了她的時間 給我們 捐了她的創作給我們 令到我們可以出到這本書 正如Aida 希望這個不是第一本 即不是只是一本 而是希望 將來有更多更出色的東西可以製造 那麼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亦都鼓勵大家 更多的朋友來買這件藝術品 是的 多謝大家 多謝 多謝 多謝